从下个月1号起就是这个星期四起,本地的公民和永久居民可以上网提交更换住家地址的申请。 移民与关卡局上午发布文告,宣布这项措施时指出, 在新安排之下,本地公民和永久居民只需要利用SinkPass登陆当局的官方网站提交申请, 当局便会将附有个人密码的邮件邮寄到申请者的新住址,以输入密码进行确认。 成功申请者也将接获当局的邮寄,印有新住址的贴纸,已贴在身份证的背后。 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也可以委任代理人,带他们上网更新住址。 另外,当局也宣布,从12月1号起,警方将不再提供办理更换住址的服务, 无法上网或者安排其他人代理的申请者,可以前往移民局大厦寻求帮助。 在国民登记法令下,任何人如果被发现登记住址是假的, 将面对罚款最多3000元或者坐牢最长两年或两者见识。